的斗塔视频 那么我们今天呢 依旧是带来一盘 我们前期天打的一盘 比较质量的局啊 这个对黑局 因为这两天啊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 因为这两天事情真的是蛮多的 就是上一期视频发生之后呢 转一天啊 朋友结婚是吧 然后出去了一整天 然后也准备直播 本来我当时说 今天不直播啊 本明天下午我不来 我就是狗 然后我发现 有点事儿真来不了 然后谁我就各种批图啊 各种各种吐槽我 然后转一天呢 我说我一定来 然后我真不是不来 我发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家里面的网断了 我真的是补语了 不是更严重的不是这个 在正是我不知道网不到了 我有流量看到好多视频 哎别说了 反正我今天一整天啊 没有网 然后为了没有割直播啊 我是跑到了网吧去这个 跑到网吧去直播 直播了几盘啊 带着几个线下的 一说到粉丝 我就头有点痛了 好好一一见面啊 都是真粉丝 我去 然后我们就 行啊 打几盘吧 一起啊 第一盘 他们 我玩 我随到一个蜘蛛 他们是什么 啥玩意不知道了 我说 给我那个 我保你们 我想个辅助 保你们好了 别让你就玩蜘蛛啊 我说 那行行那我玩吧 然后一个白牛在猎师说 哎那你 你玩蜘蛛我去哪 我说我可以中 哎我中了 我说 我就说我可以发育 另一个说 我我我打钱 我当时就越无语了 口口声声说 真粉丝 一开局 是不是 连个路都没有地方去了 不过这个 那几个朋友还是比较逗的 这个反正一起玩吧 玩什么都无所谓 大家一起就是支付一下 我那几个兄弟比我还能支付 老师们很欢乐的在网吧 打了三盘左右 大概优势的也就支付了 逆风的 好像没有 都是优势 然后 哎打了三盘 输了两盘 一盘我掉线了 另一盘是 优势未翻 简直写风 然后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事情啊 就是 我们本来去一个包厢嘛 我们是四个人啊 四连 包厢里面本来是 也不是包厢 就那种 呃 就是一个一间屋子 类似啊那样 里面大概有十台机器吧 我们进去的时候 旁边周围大概有四五个人 我们打了一盘就没人了 我去 因为当时 当时他们一直在那儿 一杀人了很激动 一直在那儿喊 一盘就没人了 超级尴尬 哎 我们好像说的有点多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呃 这盘 这个是呃 那个是他的一朋友 然后飞机是我 这是PK4的一个呃 呃 然后马道长啊 就是马特的一个火猫 这边是炮神的一个小歪 然后对面的话呢 是大雄 扎蒙 大表哥 最百大鬼神 还有这个无情商 还有这个狂战斧啊 狂战斧 这个人 有多么克 我就不都说了 非常的克 我把声音稍微关小一点啊 其实现在有点晚了 我就 本来是想明天睡起来路 但我怕我到时起不来 哎 再小一点好吧 中路我是飞机啊 打了一个老鹿 然后上面的金钱是我的啊 不过这个杀人补刀不是我的 飞机打老鹿的话呢 其实也还可以 哎 我这边想反补这个兵 但是老鹿看到我想反补了 他直接一个T非常的果断 然后A了我三下 这一波有一点伤 哎 看一下下落 下落是一个阿姆加VS 只是凶一下这个凶两面 虚空其实也不好杀 加了火猫 这个英雄前期也不强势 我们这边又是拼了一波 身上是500块 离瓶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 这边炮神的小歪列丹 出门落斜的一个小歪 哎 不过这个小歪混的还可以啊 我们看他们双肩油在干嘛 啊这边来人在拉野啊 这边也是没有了 应该是上一波给拉过了 但小歪混得很好 已经是快到了三级了 应该 这边是老鹿非常的凶 好 这边开F想补刀 然而并没有补刀 然后这个兵补刀了 这个兵应该 哎 这个应该也可以 我许没补刀 差20块钱有瓶子 然后 这个PK4的辅助而比较到位的 两分钟提前来敦服 哎 我们看蓝上面是看到了一个恢复神佛 一个刺 一手羊 然后把恢复一吃 很贱 这边的话 想去结吗 安慕过来 哎不 这个神域者过来结了 包括小鱼人也来了 蓝这个地方 想想卡位 卡位啊 一个穿刺没有卡到 开始 哎一下 再卡卡住了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击杀 能不能击杀 我许这卡位卡的非常即时 然而 VS跟安慕开悟赶到 很即时 一个驳葬 非常即时的一个驳葬 小外一个电收掉了这边的一个蓝 小外一个给一手羊 再来一个普攻 DoubleQ 这一波双将游的游走 非常非常的到位 这一波啊 我只能说给个赞 安慕跟VS来的是非常的即时 应该是来呃开悟来中杀老鹿的 然后看到那边呃被打了 就直接会支援了一波 nice下面是火猫单杀掉了凶甲面 让我们开局是非常的顺的 应该是虚空跳过了吧 或者是没有学被没有学跳 然后火猫一个TC 不知道 反正是单杀掉了对面的一个虚空 那让我中路其实也还蛮肥的 三分钟斜平 老鹿啊老鹿也是谁平 我们两个也是差不太多 不肥 我记得我这盘的加点并不是主导弹的 不是一二级点的 我是学了两级的F好像 因为我感觉打老鹿 你要一直学导弹的话呢 这个蓝也不是很够 他不如学F 我可以补刀顺便打他 学两级F 然后我忘记怎么加点了 应该是两级F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连续S在准备拉野 很专业拉了一波野 但是他这样拉能拉得到吗 我觉得他应该好像可以拉到可以拉到 啊没有了 我记得好像拉不到 要往这边拉才能拉到 往左边 好这边是莱恩的一波游走 老鹿是没有踢到我 我直接回头 我直接回头 因为是阿牧加速过来了 老鹿还有一个技能的蓝 还有一个技 但我这波没有蓝了 就不追了 结果老鹿就算踢到我 应该也死不掉 因为阿牧加速已经到了 我的面前 火猫开火盾向强杀 这边胸甲面吃起了大药 不敢追了 再有C的话也打不死 火猫这波差一点就被反杀了 如果虚空当时大胆一点啊 回头勾引一下 留一个跳 他没有跳 你他的话虚空 对 火猫应该不会追了 我这边运了一下瓶 带了一个小蓝 现在是五级半 马上到六 老鹿也是把状态补满 这边是有一个 我们家的眼 这边没有眼吗 看一下 讲道理来说 对面按理说应该有眼 对面是没有现眼 还是被我们反了 我还是没注意 现眼对于老鹿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飞机也是我一个 打的比较好的英雄 像我上次直播 我说来一盘教科书的飞机 那盘崩了 那盘死了十几次 一杠十死 然后很丢人 因为那盘刚好被一个演员 屠夫给卖了 那个屠夫送翻三路 我去老鹿这个 技的数数真的是高 他想过来杀我吗 想直接给T吗 那我直接给大招了 他是S掉了 又是一个技 那我就准备回家了 瓶子到了 那我就先不回了 老鹿他耗血 我还真的没办法 这般导弹 我记得我学的 他真的是不高 上路 小歪是看到了一个魔物尸 两阶魔物尸 并没有 并没有那个鞋子 有一手羊 我这边先空到了一个隐身符 先隐身一尸 开启弹幕 那这样的话 先秒掉这个拉西克 小云跳到了这个小歪 小歪先死 但是蓝也得死 蓝直接死掉 小云到六 想杀我 肯定杀不死 有国藏 在这的话 小云也得死 我小人好肥啊 六分钟 天鹰界加上呼二 他还想杀我 这边VS赶到 看能不能杀 应该是死掉了 回家弹幕 一个普攻 那次是阿牧的人头 加水加死了吗 那么这一波对面死了三个人 蓝是赶过来一手羊 老了一个戒 天鹰四二 刺空了 我在这边是收掉了一个 收掉了一个那谁 那个那个 什么来着 神域者 然后买了遗产 买了遗产 然后就自杀了 买了一个假 项尾鞋 这一波打完之后呢 我杀了三个人 然后自杀回家 七级 现在是一个飞机 最强势的时期 强势的时期 就要干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这个阵容 可以看一下 一个阿牧 一个VS 至少带着其中一个 酱油去干咳 然后一个酱油去 补经济都可以 或者两个酱油可以一起 要不然 这个两个酱油 就没有地方去了 我再去刷钱 他们两个就废了 完全没有地方去 哎 我是TP到了上路 我感觉小银有机会 小银是500选 表白一个阳 一个拉 可以秒 但是这边两边 看到酱油了 我直接大招给上 一个火箭弹幕 秒掉了一个莱恩 像这样的话 这个神秘者也走不掉 一个导弹给上 再一个普攻收掉 看下后面 小银人一丝血 小银人一丝血 魔棒一吃 VS跟阿牧 全部都赶到了 支援非常的快 小银是开了C 然后走视野 应该是跳到了里面 小银人他这个跳 他一个小 小银贴墙跳 跳的不多 小银这英雄贴着墙 跳可以跳到这里 跳的超级远 一个导弹 这个位置 一个火箭弹幕 刚好可以打到 说到这个人头 已经是 无能打了 6-1 前期是5解肥 8分钟 相威胁 然后拿上一个 这个那个 神魔之谷 这波又是三个人 主要是我刚来的时候 这两个酱油 什么情况 老鹿是单杀掉了火猫 不知道是在哪里 主要是我刚一来支援 他们刚想动 这个小歪的手 然后两个酱油的 这个位置是比较差的 然后直接一个大招 留住两个人 因为我现在等级比较高 所以说他们两个 显得非常脆弱 这边阿牧拉了一波野 我们看能不能拉到 应该是可以拉到的 看一下 肯定拉得到了 这边是两波 然后这一边的话是 四波野吧 熊 这边是四波野 两个人马 熊加巨魔 现在的节奏 就是我跟酱油去开悟了 飞机这种英雄 前期就是要去多打架 优势的时候就压制对面 就把对面视野一做 然后打对面的野区 不过还有对面的大哥 是一个小鱼人啊 如果是一个其他 没有什么续航的英雄 他是基本不能发育的 然后把这边的 野怪一刷 我许好爽 可以可以 我刷完了就 千多块钱 我会被打死了 拔击老鹿 然后下路是小白一个大招 把塔一拔 我也是刚从网吧回来 状态也不是很好 我们在网吧 真的是喊了好久啊 其实也没有怎么喊 不过还有那个网吧 人不多 没有人认识我 我好开心 要不然感觉真的有点丢人 我们几个的网吧 偶偶叫 严重影响了网吧的支持 不过网管的皮卡是挺好的 让他给我换个耳机 没有了 那怎么办 换个机器吧 打着打着 鼠标不动了 怎么办 要不你换个机器吧 我真的是报警了 我们开个歌行吧 打起来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给关了 好像声音有点大呀 现在我们是一个缓和的刷前期 因为地面的酱油等级也不高 然后我刚才是刷了一波 也把状态打空了 然后回家补一下 买了一个迷人锤 非常的费 这就好了 好一点了吧 然后我们还能听见这个 小兵的声音 来一点声音吧 感觉打的都他 没有一点声音怪怪的 好 TP出去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三兄弟 肯定要开悟了 是的 四级的VS 五级的暗幕 不行 我们还是把音乐开 不是还是把这个 音乐开开一点 听歌还是影响我们的战斗力 是吧 好 我们一波绕后 这样的话 莱恩直接破卧 给上一个 给上一个T 一个锤 大招直接留住 那也不省技能了 直接秒掉 那的话也是VK的赛克了 看一下 7-1 这一次是自杀的 前期是一个非常顺的飞机 不过不要急 像我这样的一个 喜欢剧透的人 而且又喜欢支付的人 会把这个大人头支付出去的 这个第一波我就来 哎 剧透一下吧 手剑 当时我给你们 一会儿我给你们这个 形容一下我当时的心情啊 本来是肯定不会死的 小歪一个大招 让他中塔应该可以 好像没那么好吧 但我这边是比较肉 我1100的血 我直接去扛一下这个塔 让这个棒子来点塔 让暗幕可以帮我加点血 如果不扛的话 这个棒子要被清掉 大招就浪费了 哎呀 还打我 浪费了口评 好 一个普攻 带走这个塔 这样的话 这波就血赚了 马上BKB 还差100多块钱 这边火猫赶过来 能留住吗 神域者 大招 大招打到了 但是没有反应 并没有反应 小鱼人 跳过来 小鱼裸里把跳刀 这波中路 也不是不能打 火猫直接飞走 因为虚空两面赶过来了 他怕虚空打他 有急的虚空 VSTP 这一个位置很灵性 直接踢回家 对面想中路推一波 我跟你们看一下我的位置 啊 我已经死了 好吧 我是在尿球的过来的 但是这边好像有一个线眼 给个脖葬 但是四个人打我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应该还是死了 老了一个技 收掉了我 就算死不掉的话 也是要被小鱼人烧掉 反正这波我是有点浪了 我当时记得在这个位置 哎 一个导弹炸死了虚空 可以的 当时我还在默念 炸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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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炸死了 当时我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想的是 还绕一圈吧 后来我一想 哎 我这么 我这么肉 然后后来一想 还绕一圈吧 后来一想 哎算了 我要走 我应该死不了 然后就被熊一个大 四个人冲过来 把我杀了 不开号 临死的时候 炸死了一个虚空 被老鹿终结了 他拿了一个大刃头 就是我没亏 但是老鹿血赚 不过依旧是马上BKB 还差200块 把这个野怪一收 我就BKB了 踢到中路 小鱼人现在应该是在刷野 虽然我不知道 但想象一下应该是 哎 小鱼人居然是 回家补了 没回家补了 小鱼人一般都是在刷野的 好 买出我的BKB 14分钟 非常的肥啊 14分钟就BKB了 本来就是无解肥 然后一直杀人 队友还帮我拉野 这就体验出一个 好辅助的一个作用了 但是我们 缺陷很明 缺点很明显 我们家全是酱油 你看一个小歪 一个VS 一个暗幕 哎 这火猫是死到了这里 是被莱恩 跟那个神育者 应该是神育者给莱恩一个隐身 然后冲过来一扬 一套就能带走 一个锤 没有给上 我们这边是开悟过来 想杀小鱼人 还是比较难杀的 但是我当时说我有BKB 这波虽然没有杀到 我们可以逼一波二塔 呃 本来他们当时想推一塔来着 那我觉得二塔的话 也可以稍微的逼一下 三招一杀 我还要100多蓝 人头比是12比6 前面的话呢 也是确实比较平缓 虽然说他们阵容比较厉害 但是他们前期的劣势比较大 这个VS 这个莱恩跟神育者 等级很低 他们也是不太方便来干他的 然后打团 我们这边有一个前期的优势 所以说咱们打团也不好打 火猫跟飞机前面是打团比较厉害的 就是中期可能稍微的 就是 拖那么一点节奏吧 因为火猫比较脆嘛 飞机也是中期 我想一下 飞机的话怎么说呢 中期也是一般吧 但是我游鱼这盘是比较肥 实在是太肥了 14分钟就BKB 他说中期打团也不虚 这个英雄如果没有BKB 打团真的是有一点鱼 很容易就被切了 虚空有可能还是在裸点金手 我这边吃了一个隐身符 来找人顺便推下上路 七级弹幕 五级的VS你看 我们前期的优势还是蛮大的 16分钟 VS只有五级 所以说这个游戏嘛 还是要打团 就是看一个团队的配合 来两个虚空在上路 小人在下路待 我猫是11级 我在这边疯狂的瞄 这两人跑哪去了 已经跑了 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一个塔后眼 塔后眼就可以看到了 本来我前两天真的是想打竞技场来着 但是确实是有点事情 有事情 没有时间打 这位老鹿直接踢下来 我有BKB 我完全不许的 我直接给个大招BKB 我先把老鹿一秒 这老鹿感觉在想不开 老鹿雪晶石 第一波直接被我给单杀掉 但是我们的后排全部被切光了 神医者拿了一个WQ 小人跳过来 我感觉我也跑不掉 但是他跳水了 有没有C 还是被神医者给带走 这边火猫直接飞走 还剩一个VS 火猫是飞了回去 就剩一个VS了 TP能不能踢走 小人跳到了 但是蓝是没有蓝 蓝的刺是170的蓝 羊的话也不够应该 或者距离不够 羊应该够 但距离不够 这一波有点亏啊 这一波神医者直接起飞了 然后他们的等级也下了 一下就比我们高很多了 然后VS只有6级 他们最惨的恶魔巫师 都有8级了 老鲁第一波血精是直接掉了两颗 13比9的一个比分 就我们这个阵容 我们可以发现啊 团面一波之后 马上就有一点 就是感觉上就有点不对劲了 因为我们酱油真的是太多了 这三兄弟站在一起实在是尴尬 我会说我们只能有机会就跟他们打起来 然后就推他们塔 靠近一个小矮大招 要不然拖到中后期是真的很难打的 哎这边神域者来插眼了 我们是看到他有眼啊 这边是有有眼 我们也看到他身上有眼 肯定是来插眼了 这边暗幕靠过来 VS也靠过来 看能不能堵的 哎这边神域者double 一个好啊 还想跑我这边是给上一个导弹 他是必死了 除非他现在TP加大招 有机会 啊不先大招再TP 这样的话肯定死了 肯定是死了 必死 不可能跑得掉 一个锤 再一个普攻 被火猫带走 火猫这一波也是来的比较及时 这番火猫其实也没 也不太有发挥啊 这边有个莱恩虚弓 基本是空到他 差不多就可以秒了 但是我们中期比较厉害 一定要VS跟暗幕 有一些装备之后啊 不太容易死 我们到时候打起来 给你救我 我救你 还是蛮厉害的 我们要一个TC 我们准备把上路塔 直接拔掉 这波还是有BKB 9秒BKB 12级老鹿的下路 现在视野的话 只有一个这个地方的眼 对面直接过来打了 小鱼人跳到了VS 一个加血 我直接一个大招 断一下后排啊 达到了虚空假面 VS是加了个脖脏 没有死 这边是凶一个大招 我是BKB直接开了 VS换来小Y 自己可能要死掉了 但是这个莱恩应该也跑不掉 莱恩这边也死掉 小Y一丝血 小鱼人跳过来 开了个C 现在是一换一 一个莱恩换了一个VS 竟然有互换 小Y有大招 但也没有蓝 一级大师200蓝 这一波小鱼人跳过来 留住了火猫 火猫也是没有蓝 老鹿一个TT到两个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一波可能要帮虚空假面 跳过来 减了一下移动速度 小Y大招啊 直接插出来 最后一个技能 神域者给小鱼人一个大招 有点厉害 哎 nice 收掉了虚空 一个T T到了暗幕 这波暗幕也要死 暗幕加了脖藏 但是火猫最后一个魂 nice 暗幕肯定是死了 不用看 这边是VS赶到 看能不能收到这个神域者 小Y没有走 小Y这边是迷路了 VS一个锤 好的带走神域者 十级的神域者 这波VS血传 团战也打得比较乱 老鹿又是一个T 老鹿这几个T 真的是可以的 很关键 这波打的也比较 就是比较拖啊 感觉应该早点走的 老鹿的血精 从6格啊 涨到了11格 等于说我们这波是5人团灭了 看一下火猫的狂战 还差多少 火猫 这波火猫应该是买活的吧 火猫好像是买活的 我还没有注意 他的狂战差了有点多 他鸟里面并没有钱 并没有装备 剩下只有800块 应该是买活的 这边好像没有显示 打完这波之后 我们看一下等级 暗幕是9级 VS8级 火猫14级 我去火猫应该是买的 然后我13级 小Y也是到了11级 对面两个14 两个十级 一个13 等级方面的话 也是对面 领先了一点了 因为对面两个酱油都10级了 千万不要小看酱油 酱油肥 他们打团不容易死 我们这边的大哥 就会造成 很烦的影响 很烦 比如说 他给 就是凶大的人 然后上一个 上一个F 或者把我们家叔叔的人 上一个F 这个就很恶心 还能大招 还有一个磨面吧 类似磨面 就是磨炕100% 但是物理上还会叠加很多 蓝十一级 我们看一下这个蓝的钱啊 1650 离跳刀也是不远了 我点了他们家人之后 就可以看 那我为什么可以看这个神医者的经验 别人为什么 只能看神医者的经验 我点的是来的啊 老陆自己的经验可以看 神医者的还是可以看 就神医者的为什么可以看 然后这边看一下 大到了这个火猫 那这样的话肯定是要死掉了 直接死掉 我只能看神医者的血条 这是为啥 我们还是直接 我再换一下 你看 虚空的也能看了 虚空也能看了 好吧 我们还是点回来 不对 虚空是我点的他的人啊 但神医者就永远都可以看 看 还是能看 我们还是点回来 我这边是马上到14级 出了一个单刀 我也能看到暗幕的 一边能看到一个 应该是都可以看到一楼 也不对啊 我们又要开一波雾了 我们三兄弟 好的 开了一波雾 看能不能抓住一个人 上面是个虚空 14级的虚空 鼓雷有点击手 这虚空也显了 中路来人有跳刀 啊不是 小歪跳刀 看错了 不过来人应该也是马上有跳 先把视野一做 看虚空会不会走 虚空现在是没有TP的 他如果再不走的话 就已经死了 不用想了 我直接给大招 小歪跳羊 直接秒掉 我去 这一口奶 伤害非常的高 很关键的一口奶 一口毒奶 拉西哥是做出了 自己的一个吹风 然后12个雪晶石 他现在死一次 差不多就是20秒就活了 小人也是比较肥 跳刀加双刀 对面在我们家野区也是待了很久 虽然我们不知道对面场面杀眼 但是想象一下就知道了 在我们家野区待了那么久 肯定是把视野做好了 我们这边也一样 如果现在回去守这个中塔 就很亏了 不如直接推上路二塔 然后野区的话尽量先不去 知道这个对面有视野 除非是我们能打过对面的时候 去把眼一排 现在我们打架是打不过对面的 因为这个神医者实在太恶心了 他给小鱼人一个大招 就等于小鱼人一直在开大招 A人也不现行 这小鱼人有多贏吧 A人不现行 我这边是给自己怼了一个小篮 不准备回家了 现在是25分钟 人头比是18比16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双方的一个活动范围 就是 我们有的时候打完看录像嘛 为什么 不管是职业选手啊 还是怎么样想提高的话呢 就是要看看录像 就是看对面 什么情况的时候在干嘛 刚说完 这边的话小Y应该是要迷路 哎 拉西克没有动手 没有视野吗 应该有视野 他们是没有选择动手 不过我们都应该知道 对面是在我们家野区的 小鱼刷钱刷得很淡定 当然我一个人在对面的野区 刷得也很淡定 疯狂刷对面的野 小Y加速 哎 但是这边打起来了 直接两个人都死 一个暗幕 一个VS 其实这个地方不该去的 我这边直接大招给上 小Y跳仰 一个电秒掉虚空 这波也不是不能接受 两个酱油 换一个熊甲面 据说我们 这个打完看一下录像的好习惯 这个盾肯定是要放了 小Y这边大招一插 把竹花塔一扒 就是比如说 你到中期比较迷茫了 你不知道对面在干什么 你就会 你就要想一想 对面这时候 如果来抓人啊 或者是来 刷我们 就是我们家自己的野区 好还是抓人好 你都会可以想一想 分析一下 当然我现在 可能有的时候 比较冲动 就不愿意 打得烦了 就不愿意想那么多 冷静一些的话呢 还是要想一想的 就是看一下录像啊 你看现在 密死 我们家死了人啊 这一想也知道对面 在这个打热山 就是火猫 它也是比较淡地 知道对面打热山 那我就刷线 一会不行 我就直接飞走 肯定是在后面留了魂 虽然我没看到在哪 在这个 肯定是留了魂 16级的小鱼人 我是3300块 27分钟 也是比较肥 相位 BKB加上双刀 还有3300 然后把鸟拉到这里 准备出一个 出一个银角弓 这个位置 西红甲面又要死了 一条外一个跳羊 我大招给上 VS给个锤 直接秒了 好直接带走这西红 4000块的存款 先买一个硬角弓 还没买 肯定是买硬角弓 我一般玩飞机 就是比较喜欢先出蝴蝶 我觉得飞机出蝴蝶 它是性价比 真的很高的一个道具 首先蝴蝶 攻速快 攻击力我们就不说了 它攻速快 打团的时候呢 一个大招 加上一个R 导弹有的时候 可能都会忘记放 或者是先放导弹 然后放大招 然后冲上去放R 然后高射火炮一开 攻速很快的时候 可以很快把这个 高射火炮那个输出打出来 如果你攻击高 然后一下一下 其实也挺麻烦的 就是 瞬间的爆发没那么高 蝴蝶瞬间爆发比较高 具体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或者你出个蜂脸去玩一下 就是很顺的时候 蝴蝶加蜂脸 打团你去看一下那个爆发 就是你 开着蜂脸 然后有个蝴蝶 F一开 打团的时候 可以瞬间把那个 F打光 你会发现周围的人 全基本就是死 要把你擦了 真的很厉害 然后蝴蝶加萨蛋 就是已经成型 如果你先出 金箍棒的话呢 你金箍棒加萨蛋 攻击很高 但是你攻速很慢 不一定能吸回来 但是蝴蝶加萨蛋 就是成型很快了 这边小歪我记得我当时跟他说了 我这上路很危险 你再不走你就已经死了 然后炮神不信邪啊 他不TP 你看这个VS跟我都是很机智的藏到了里面 然后我说危险 VS就很明很明智 VS就跑了 然后炮神想省张TP 就支付了 小云也是做出了BKB 跳到BKB 真的很累 还是把磕开开吧 因为这会确实到了我们的刷前期 29分钟 20比19 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 才信心到了一半 还没有到精彩的点 是吧 我这边杀人杀的人蛮多的 11-4 然后直播的话呢 我从下一个下个月1号开始 就是隔一天正式一直播 隔一天一直播 肯定都会都会来 然后这个月就尽量把这个素材多打一打 先把事情处理好 包括最近也是在搞一些工会的事情 然后所以可能 没什么时间 加这两天确实有点忙 还好之前也是存了几盘比较精彩的录像 这边小人配合莱恩杀掉了我们家的火猫 20比20 人头比没有领先了 打团不太好打 老陆带盾 15个血精 跳刀 等于说老陆是三条命 他冲到前面 你不杀他 他爆发高 你杀他的话呢 他活得快 还有盾 还能飞过来 这样的话又是抓到了我们中间的小歪 还是被这个神医手给秒掉了 神医手是裸雷又吹风 我也是直接不管了 他上路带了 不过这一波 我看一下小鱼人是没有TP 虚空也是没有TP 老陆是飞鞋 暗幕这边在蹲我 我就不管了 我看他们中路在拆 然后下路也在拆 然后我上路也是尽量去A一下塔 这时候 看到了小鱼人往回走了 准备在A一下也差不多要走了 老陆飞鞋了 我其实这次应该走了 我有点不大了 这波是我自己的一个失误 我当时其实知道他们这个蓝可能要来了 但是我应该直接开BKB A这个塔的 这波我不应该走 应该BKB A塔的 当时我已经想好了 两个两个大哥没有TP 你们要杀我的话呢 老陆要飞回来 然后我就一直在这边狂A 我在看小地图 我当时没有点过去 没有点过去 这波要不然就早一点走 要不然就是开着BKB 强行A个三四秒 然后TP回家 也是一点事情都没有的 这波是我的一个失误 不过我临死的时候 是把蝴蝶买了出来 32分钟 蝴蝶BKB加双刀 现在没有什么好突破的点啊 我们也是只有一个 狂战 2400个层闪 上路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二塔 但是也不好守 老陆是真的很肥啊 飞鞋 大斧头 雪晶跳刀 这个塔应该也是要放了 我还有17秒 虚空是做出了自己的A仗 小一人也BKB 买了一个碎屋水啊 这个装备也差了有点多了 看下这边对方应该不会上高吧 上高那就有点不理智了 人头还落后了两个 好这边复活 下一件装备 我在考虑出什么 当时在想 我想直接出杀新的 好这边复活 好这边复活 下一件装备 但是刷新的话 一点脆 1700的血 这时候有2200的血的话 我肯定出刷新了 再多500肯定出刷新 没有任何的就是考虑 这英雄打的后级特别需要刷新 好小一人 跳羊啊 但是小一人跳走了 导弹铁上能拉住吗 就是视野了 拉住的话应该有机会 换过来 这边是没有拉到 小人BKB 胸甲面一个大招 小歪大招 这边是打的比较混乱 来人是刺大 直接秒掉了小歪 小人大招一开 这边胸甲面 我是F加大招 全开 虚空跟这个神域者 直接被围死 你看我这个高射火炮 打人很痛 而且 有蝴蝶直接就把他打光了 老鹿这一波有点强 我给个导弹 我想先跑了 我先跑了 加小铃砍 VS一锤 我这边导弹给上 我觉得应该可以收他了 我就回头了 回头一看 小一人跳到了我 怎么办 怎么办 就一手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PK4 急着救我 点到了小兵 我没办法 这波还是得死 吹到也得要死 因为这个蓝是过来 刺了我一下 但是小人自己也死了 这波并不亏 火猫拿了一个WQ 身上是4500块存款 3 对 2换3 这波还是赚的 1800的存款 不过我这波又死了 对我的装备还是有影响的 因为上一波是从这个地方自己一波失误 然后这一波又是打团死了 等于说小鱼人过来跟我一换一了 火猫放一魂 火猫放一魂 下一件装备应该还是会选择出大炮吧 火猫的英雄还是需要大炮 大炮或者暗灭或者小电锤 19级的火猫 我记得我当时还有一盘 双圣剑翻盘的蚂蚁 好像也是录像 但是我今天一看为什么是6.8 6.81 版本落后了两个版本 然后就没 我就没发了 只能今天录这个 这两天我抽时间我真的多打了 这两天真的有事 然后很多朋友说找借口怎么样 我平时打的还是比较积极的 然后我的少男怪又清零了 我就不多说了 直播清零 然后明天的话如果网弄好了 我就直播清零走起来 小Y15级 VS14级 暗幕15级 等级也是打团 然后打赢团站起来了 我对面也是等级比较高啊 最低的15级 两个20 我们这边是 最高的两个19 地图上一个都没有 我说这一波我还是很强啊 我买了一个极限法球 准备出冰演 冰演 肉山刷了 对面也是想打盾 全部都在肉山附近 去公司想猪刷星球 开C直接进去打 这边小鱼跟那个老鹿 我们有屋吗 看一下啊 好我们这边是把雾运过来 直接开雾 如果走这一边的话呢 有点笨 而且虚空能这个很好的挑一大招 我们从右边直接过去 看一下如果这边有人就直接打起来 火猫这边破雾了 一个TC二连 这样的话 这个这个这个莱恩快直接死了 我一个大招给上 虚空一个大我大招是砸死了一个 那谁 两根刀死了 莱恩跟这个神韵者全死 这边是秒掉栏目 BKB开反打 虚空直接被我们A死 小鱼是大招一开 老鹿吹自己 这波老鹿是血 不 龙心带盾 火猫一个TC 小Y跟VS都没死啊 对面只剩两个大哥了 就像我之前说的 酱油打团不死 是多么厉害的一件事情 老鹿又是一个T 我小Y肯定必死了 但是VS换过来 老鹿也走不掉 火猫 我去我也不管了 直接A死他 这波对面是一个五人团灭 而且是带盾 火猫这波是有大炮的 输出还比较高的 打团第一波酱油 技能一放还不死 打到第二波的时候 大哥没有BKB 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 如果对面蓝第一时间没死 或者是神韵者第一时间没有死 我们打老鹿的时候 打小鱼的时候 给上一手控 或者给上一个神韵大招 是非常非常投送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酱油 有的时候要保 哎这边我是开BKB开 直接啊 杀了这个 这个是谁啊 跳刀了 我应该是直接死了 被神韵者收掉了 其实我这盘打的也是比较一般 这波我 我是可以走的 这波当时看直播的朋友 可能知道我是为什么没有走 看直播的朋友可能知道啊 一般人看不出来 当时我我是 在拆这个塔嘛 我看到这个狂战斧 我说 这个人他马上要跳过来打我了 因为我当时血量就红血 一个大就把我秒了 我说他马上跳过来指我了 然后我我我心想啊 就在心里面默默的算时间 他过来大我的时候 我直接秒开BKB 然后把他啊 一杀 但是我好像自己也死了 其实挺亏的 大哥换酱油了 主要他这个人特别的客 看我直播的朋友们都是了解这个人的 太客了 我玩一个末日 他他能玩一个赏金跟我30分钟 就一直跟着你 像玩末日打野基本不可能 从自己家野区啊 我然后去去对面家野区 他就会一直跟着你 他也不混经验 他就一直跟着你 混经验 哎好气人想起来就烦 所以说我实在忍不住了 刷新啊 因为我出了正面团战第一波无敌 他们肯定打不过的 是的 当时有人跟我说 好像是PK4跟我说 飞机要不然出个吸血吧 说撒旦吧 然后我想出撒旦来着 但我想了一想撒旦好像没什么用 因为打老鹿这种小鱼人 这种爆发系的核心 是不好 不好用的这个撒旦 最后可以把这个双刀换成撒旦 但如果我这个装备是刷新的话呢 就不一样了 冰眼架刷新 非常的好用 第一波一个大招 然后BKB冲上去F一开 然后第一波呢 是第一波的BKB 把F打光 然后再刷新大招 我去再一个F 这输出 想起来就有点可怕 冰一收 然后赶到下路去 3000块 离我的冰眼还差一点钱 看老鹿多少钱啊 老鹿跳刀 小鱼人 看下能不能杀 小鱼人 看下能不能杀 小鱼人是比较肥的 他是马上有冰眼了 这边看到了一个神育者 跳刀加吹风还有一个绿杖 这边我们有视野 这个地方还能插眼 哎 鸟怎么死了 鸟这边是 我看被谁死了 被老鹿给A死了 我们在发行号 准备直接开团 我们是看到对面在这个位置了 小Y直接跳上去 果断一手 大招 没有粉 这个VS 当时我很急 我说插个真眼 莱恩直接跳走了 然后这边吹自己 阿姆也是要死 阿姆直接被秒 我们正面团 先把神育者秒掉 然后撤回来 这波是一换一 换过来一个小鱼人 哎 哎呦 还是被开出C了 兄姐妹跳了一个大招 空大了 兄姐妹这波 小Y是跳走好像 然后这边是 刚好没有大到我 我跑到了里面 我真的是雪崩 拉住我那次 火猫一个C 漂亮这个C 特别的强 但是老鹿跳过来 我应该还是要死 没有办法了 这波对面死了四个人 老鹿剩下自己 但老鹿很肉 老鹿很肉 还有西瓦 这打得过吗 这应该打不过吧 VS可能要死了 VS直接被炸死了 火猫 火猫这个位置 火猫飞走 但是好像也走不掉 一个G跳过来 大招继续爆 nice 这一波老鹿是 一个打四个 小Y也是没有蓝 刚才 小Y是直接TP回家 4换4 这一波老鹿 这一波老鹿 这一波老鹿立功了 老鹿打完这波 应该又有两三千了吧 我是三千块存款 十二个雪金 好肥啊 25级老鹿 哎哎 这位老鹿是来到上路 找到了小Y 直接秒掉 小Y这波是没有蓝 炮神这波有点卖萌了 看下他是现在一千二百块钱 他应该是差钱出装备吧 要不然他感觉不会去那个位置 他应该是差一点钱 出一下关心的装备 暗幕也是跳刀加吹风 43分钟 我平时会打一个杠AI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 这是英雄的装备 我们在平战的时候可以听一下歌 这边又是复活 3700块钱的存款 VS带了个宝石裸了一个天堂知己 天堂还是蛮好运的 虚空如果没有BKB的情况下 大谁给虚空一个脚械 他就废了 这边来的是一手羊老鹿过来 VS直接换了一手 跳过来大招 人品很好自己没死 回头给VS一个搏葬很冷静 给自己加了一个这个 一个小跳 这跳的有点 跳的有点这个啥了啊 他应该是第一 第一时间反应很快 但没办法了 跑不掉了 我去我这边 我记得我被小人给三杀了吧 我当时TP的时候 马上就要 替走了 小人过来一个普攻就打晕了 所以跑不掉了 只能开BKBK小人对撸 但是他还有大招 然后拉奇哥赶过来 虚空也过来 死掉 没有办法 VS阵亡 我阵亡 然后 暗幕阵亡 其实这一波VS应该来蹲我了 VS就过来蹲我就好了 这带线说实话真的很危险 有个莱恩 然后小鱼人 他们两个如果抓带线的话 一直跟我 我是完全不敢出去打钱的 只能在高地挂吉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人 两三个的话一起带线 也不是不能打 打起来也不虚 50秒复活 这个塔一直在被耗 然后对面是四个人 死了一个神域者 火猫是暗灭 然后一直用T在消耗 拆兵营 这时候我好像忍不住了 我是买活了 我买活了 忍不住了 需要一个大招 大到了三个人 VS换一手 好 谁也没打死 这边是 我直接A死了小鱼人 小鱼人还真的蛮脆的 那这波的话也是这样 就守住了 刚才小鱼人他是开了BKB 直接被A死了 好 就吹了一下 追不上了吧 飞鞋跳刀加吹风 这怎么可能追得上 有神还是没有刷 但是我的冰眼要脱一下了 这波是买活的 小鱼人是50多秒 赶紧推一波 小Y大招是没有了 70秒大招 明天是赶不上了 火猫是在后面流利魂 这也太远了吧 大兄弟 VS有点远 姑娘不要匆忙 放慢你的脚步 这一波的话也不是那么好推 感觉 我先把哥给关了 敲一点 老路是进来消耗 一个替我这边 大招直接给上 安慕师给我加了血 主要就拆建筑 这一波是老路直接跳上来 开启了 不闻 那我只能是开BKB 把塔A掉 这边是没有反引了 还是死掉了 不对啊 神医者没有死 死掉了 这边是烂死了 这边是兄弟大招 我估计我也要死 跑不掉了 只能回头钢 跑不了了 只能回头打 这波我也是死 买活死100秒 打出气功 火猫好像是买活的吧 火猫是买活的 小YS火猫这波买活 就剩他跟暗幕了 那上路应该是守不住了 老路这波是跳刀加羊刀了 最后是卖掉了 人头比38比39 小羽人复活 哎呀小羽人多少存款 小羽人是没有钱 但这一波肯定要破路了 4打2 而且火猫如果万一一不小心再被秒啊 就雪崩了 老路直接上来拆我们的建筑 啊小羽人是跳 哦他应该是想过来拆中路的 想着想还是拆上了 那上路应该是告破了 没有办法 老路的雪晶石19个 然后加上6000块存款 这老路肥的真的是有那么一点过分了 太肥了 我还有30秒活 我们看一下 老路直接跳上来先手了 小羽人一个跳 这边VS换一手 呃这个这个暗幕没死 你看你救我我救你 加了一手脖葬 这边小羽人往上跳 然后大招一开 但是这个VS应该还是要死 这波VS死掉 神医者一丝血 跳走 自己应该也死不了 然后虚拥甲兵跳了一个大招 按摩是吹了自己 小Y直接是大招空插了这个虚空 应该是走进去的吧 将他虚空直接死掉 哎呦 火猫是买活死 但是这个时候我复活了 这边是我直接复活 证明他小羽人在拆塔 诶诶 诶 拉喜克应该可以秒 拉喜克拉喜克 我去没有反映 神医者哥了一个大招 然后自己开了绿杖跑了 但是正面啊 这个拉喜克吃的伤害太多了 还是被我们这个A死 小羽人是扛他 自己一丝血 然后来人这边是带着宝石 直接死掉 他小羽人应该走不了 死了 直接吹风啊 掉下来摔死了 当时只有20点血 吹风是有50点伤害的 这样的话这一波是被迫了一路 一路半 一路半 不对 一路 然后加一个高地塔 然后这个兵营也是没有拆掉 这是个进展兵营 可以回血 然后肉山刚好是刷了 这波感觉可以直接打了肉山 再推 诶看到了一个神域者 不过就我们俩 没有人 小孩没有状态 VS 有点远 先把演艺排 那这波只能就先这样了 打肉山的话也不好打 对面小羽加上拉希克都没死 直接打肉山有点冒险 先刷着 好最后一件装备就是杀心 刷心双刀一换 换圣剑了啊 我实在不想输撒弹 小Y是BKB加跳刀加A杖 还是蛮肥的 我去马上刷新了 小Y的刷新还是很重要的 打打架打起来 小Y两个大招一插 那个塔基本就没了 如果你不跟我们打架 是吧我们就拆你们塔 你们 反正这个小Y大招一插 强行开团 哪怕就是灭了 这个路也要破 我把上路的兵线一带 这个肉山我们当时想的是放了 因为这个兵线太差了 而且就算对面有盾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用 当时看小Y人 丢了什么装备嘛 丢了把跳刀 看他们都没有格子了 啊奶酪直接吃了吗 应该不会那么任性吧 这边对面是开了一波雾 这个开雾啊 看录像的时候还不显示 有点急 我们就看到一个老路 其他人呢 啊虚空在这里 点都点不到 虚空上有奶酪 我就说不能这么任性的 直接吃了 这波我也看到中路有人啊 然后去上路直接带了 其实阿木他顿不住啊 但是他还是能试一试的 最好这个蹲我的人是一个VS 或者两个人一起蹲 VS你换换一下我 把我换的远一点还是可以的 但是阿木的话 加了脖子让我也跑不掉 这一波啊 这个老路是出了一个林肯 然后卖掉了 卡了一个林肯bug 我这边是一大招 然后让VS换进来 但是没有看到这个老路的林肯 第一波是失误了 小Y大招差的非常的急 等于说这一波被骗了一个大招 当时我们想的是老路没有BKB VS先好老路不能跳 然后换进来小Y秒杨大招直接开团 然后对面来进来打的话呢 他们是打不过的 而且虚空现在的输出也比较低 神域者现在也是比较激烈了啊 就是没有什么输出 就只能救人 莱恩还是有一点输出的 但是我们这边就比较这个续航比较俗了 这个阿木可以一只奶加林肯 这个VS什么阿木你可以相互的救 小Y的话呢也是控制比较俗的一个英雄 但这边没有大招 看一下怎么打 虚空这边是被加了一个大招 然后跳过来给我一个大 然后VS把我换了出来 VS自己应该有危险死不掉 我开始BKB往前冲 这个虚空吃了奶酪 但是老路这边可能要不行了 你看 直接我这个F把这个莱恩给打死了 我现在攻速还是蛮快的 我有蝴蝶加冰眼都加攻速 再追 这个神域者肯定是死了 我再打他两下我都不是没打他了 因为他吃伤害吃了很多 大招一消失马上得死 应该是我的人头 我打的最多 好直接死掉 这边虚空也直接死掉 这样的话这一波对面又是团灭了 我们守高地还是蛮好守的 如果当时是我们 就是计策成功的话 当时老路没有林肯 这个位置VS先后换进来 小Y羊直接插大招 虚空跳进来一个大招 然后虚空现在是 他毕竟是一个列单的 他出的装备是那种控制装 刷新加一杖 他没有输出 他跳进来一个大招之后 还是要死 老路还是跑不掉 所以说这一波 如果我们打好一点 他们就直接灭了 然后小Y羊这英雄他 怎么说呢 他现在装备也不是很豪华了 他输出不足 他现在如果至少有一个 大云锤吧 主要是我们出的 都是比较肉的装备 你看一个天堂 两个天堂 火猫的话比较脆 但是他打不到 然后我的话也是出的肉装 2900血 所以说这个小Y人 他现在比较也是比较尴尬的 但是我们推进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推进就有可能出现各种意外 开始是我们的弱时期 但是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强时期了 虽然我们也破了一路 但是我们之前是有一波失误 这波我被抓了 这波我被抓了 当时我想把线带远一点啊 他们人都在别的路 主要还是应该 多沟通一下 让那个VS跟 那个 安慕蹲我一下 比较好 其实最好的打法还是 火猫应该出个飞鞋 然后酱油跟着我打 酱油一直蹲我 蹲我去带线 到时候打起来 VS救我一手 安慕 然后再给VS加个博葬 火猫飞过来 这样还就是打团战了 就没那么虚了 要不然带线 没人蹲 特别难带 而且还 还必须要带 不带这个线过不去 你线过不去 你刷到最后 肯定打不过对面 等着虚空六神装 什么小鱼六神装 根本就没法打 而且这个肉山还是对面的 肯定要把线带出去 这边我们是开了一波雾 小白有刷新 中路 干他吗 并没选择干他 虚空假面 我们这边是有高台的视野的 是VS的一个眼 跳了河道眼是天灾的 好我中路 我记得是我发了一个信号 我点中路 中路随便抓一个就上高地了 小Y跳羊这个 不过还能接受 他跳羊了这个神域者 这波杀了一个神域者 如果能把小鱼人杀了就血装了 看一下小鱼人能不能买啊 小鱼人是可以买活的 3500的存款 这波我是飞鞋带刷新 非常强的一波 老鹿是直接在上路 而不在中路拆我们家的兵营 我们这边直接选择啊 插大招来拆你们家的下路高地 因为中路是有兵线的 而且这个版本是不存在CD的 那个BD的 只要你能拆得动 就随便拆 这边胸甲面一个大招 然后被吹起来 VS换了一手棒换了出来 我回头给个导弹 那这样的话 恶魔巫师躺着死 恶魔巫师应该是必死了 我F一开 这样的话 大招刷新 直接用了 小鹿应该打不损 但胸甲面 跳走肯定跑不掉 直接被A死 火猫也赶过来 中路只破了一个远程兵营 这边小A大招直接是拆掉了下路高地 老鹿应该是可以买活的 先不管的 这边小鹿应该对钢也不是很虚 我的攻击力比还高 小鹿是250的攻击力 我这边的话是 三百亿 还没有这个VS光环 VS光环来了即将四百 攻击还是非常高的 小鹿直接TP下来 拉住小Y 想杀小Y BKB开 我不管 只点塔 肯定点塔 换了一下就一手 我这边 继续点塔 这样的话就拆出了超级兵 熊架面跳出来 老鹿好像还是有那么一些肉的 但是他这波还是得死 好的 火猫一个T 然后我配合他给他秒掉 老鹿是直接买活 熊架面熊架面也是死掉 nice 火猫还在钢 这边老鹿过来 然后神域者也过来 我怎么办 飞机这英雄就是没有什么逃生技能 被干了就直接被打飞机了 燃病卵 阿姆给我加了个宝藏 只能坚持一下 开个F 打出了一下 火猫又是一个T 阿姆吹自己 自己也要死了 诶 没有死 加了一个这个 老鹿以为他死了 就没有追了 这样的话放了阿姆一马 老鹿应该是想飞到下路去带线吧 他们现在线很重要 火猫身上有9000块 9000块的火猫 暗幕是跳刀 加上天堂 然后还有一个吹风 身上还有4700块 主要这个版本拆了兵营也加钱 然后拆了这个高地塔也加钱 加的钱是非常多的 再加上这个打印团战大家都有钱 VS也是有3600块 小Y不知道是跟你什么装备了 鸟怎么不见了 那鸟挂了吗 没有 暗幕是去买了一个强席 这个暗幕的出装还是比较团队的 非常团队的一个暗幕 那我看一下现在 现在只需要等复活然后打一波 打赢了这个就结束了 老鹿这个英雄到了后期 如果大家装备都好 他是挺尴尬的 啊 这位炮神是 一直在里面藏着想偷家 然后被发现了 直接被对面带走 你看神医主要出了一个引刀 他的引刀就没什么用 他的引刀就不如出个祭品 所以说这个选手出什么装备 还是看他的心态的性格 像PK4的话 就是啊 这个YK啊 V4他他就喜欢出一些团队装 而且打法也相对来说比较团队 如果引刀换成一个祭品 你不说给小鱼人吸血吧 至少这个小鱼人他能加攻击力 对不对 还能加护甲 这还是很重要的 而且带线的时候也好带啊 大家护甲都高 虚空日出了一把跳刀 跳过去先手 他不是买了个尖球吗 卖了吗 什么情况啊 没注意 这边我们也是在刷野 火猫 飞鞋 圣剑 暗秘加狂战 补了一把跳刀 我们那边是在等小歪活 然后一波了 也不准备浪 闻一波 停下哥吧 我这边实在是有一点小困了 太晚了 现在又是凌晨三点多 对了刷新飞机 大家可以打到后期自己去尝试一下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刷新的军团一样 这边马特是一刀 应该把恶魔师砍死了 一个暴击 因为恶魔师很脆 一个暴击肯定死 然后马特这边 小框框砍死你 然后我我当时很很愤怒 就是干他 就是你狂战斧 我们在歪歪里面 狂战斧很无语 点点点 我们虽然经常去 在歪歪啊 或者私下去 骂这个狂战斧 但是也是开玩笑的那种骂 因为他这个人是一件险 我们都比较熟 他也不会生气 当然我们也不是很认真的骂他了 跳到绿杖加天堂 都是一些团队转 而且自己比较肉 不容易死 VS2300的血 加上有闪避 非常难死 这边是最后一波团吗 小人直接跳上来 我开启BKB 小人开启BKB 我开了F被打晕 B也黏我 我这边是继续开F打 刷新 然后第二个BKB也是直接开了 我现在还有个大招 还有个F 小人拉住我 但是小人直接被一口奶奶死了 老鹿跳过来 直接也是苗躺 那这样的话 对面是只能打出鸡鸡了 nice 拉住神运者 这样的话也是最终 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 对面打出了鸡鸡 这盘相对来说都是在斗智斗勇啊 你带线我们也是带你们线 都是知道自己在什么时期的时候比较薄弱 然后就避开对面去打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也是到这里 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